美中台三方的關係 在準總統賴慶德當選的時候 看起來只能失衡的 往美方去單邊的依賴 只能聽一邊的臉色的時候 美國總統大選 當然至關台灣的影響 拜登的支持度 在美國媒體的報導裡頭 是一跌 那跌好像跌跌不休 沒有聽過 又再往下看 跌到了38個百分比 其中移民政策 這幾天我們討論 當然有一些被網路假新聞畫面 所帶風向的這種假新聞 但事實上移民問題的確 成為美國政府跟民間 很大的衝突議題 還有經濟的問題 雖然聶展慧最近也公布了 維持最新的利率是維穩 平衡 一樣不升息降息 但他也有些鷹派的言論出來 但這個民調再往下探的結果 當然就是民意當中 最基本的經濟的需求 移民的需求 甚至外交的需求 都被對於現任政府並不滿意 川普看起來是越來越旺 所以移民問題 所謂拜登要釜底抽薪 德州的國民兵收歸聯邦等等 這個什麼很多出兵的消息 最後好像證明並不是真實畫面 但無論如何 拜登的確是把非法移民 開放邊境這個事情 行到最高法院去 提出了這個訴訟之後 最後他所犯下 被認為說犯下政治錯誤 的確讓德州非常不滿 有移民困擾了幾州 25個州 都的確準備要來做 相關的官員來彈劾 因為白議員的孤星計畫 要很多的爭議在美國社會當中 美國國土安全部長說 邊境移民的問題會燒到國會 川普反對之下 眾議院共和黨不顧協商 不願意協商 所以這個移民法案的版本 將是這150年來 第一次彈劾內閣官員 這也是未來拜登連任之路 非常大的一個挑戰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經濟問題 在網路上面很流行 幫TikTok好了 美國也擔心 但問題是這是美國民眾 也大量的使用的一個平台 美國TikTok現在流行什麼 省錢 從經濟出世表現來看 雖然美國看起來 通膨也相對穩住了 但是就是美國民眾感受到的 卻是物價飆漲 生活不好過 所以大家都在流行 把自己怎麼花錢省錢財物的這個方式 美國過去不像東方人 中國人那麼喜歡儲蓄的 但現在也是開始用省錢 來想辦法達到經濟上的平衡 否則利率那麼高 大家撐不下去 還有伊朗這個外交的議題 已在美國的基地 越旦基地被攻擊造成三死之後 國內群情激憤 幾乎在國會的部分 全部喊打喊殺 要求拜登必須採取行動 美國的白宮管發言人Coby說 過去48小時沒有看到任何進展 不是美國沒有回應沒有回擊 那未來就會有 而且可能是多重行動 而且尤其是可能是伊拉克的伊斯蘭 反抗運動集團所為 就是不敢直接跟伊朗直接校正 覺得他幹的 真的變成更擴大規模的戰爭 擴大到伊朗的時候 美國也是現在拜登不願意做的 所以伊朗革命衛隊的指揮官說 媽咪我要尋戰的意思 趕快降溫 也不會加劇跟美國的緊張關係 但是他也警告德黑蘭 準備好因應任何的攻擊 但是不會被任何人任意的欺負 好 再在鴻海局勢 顯然是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之下 夜門叛軍飛彈 又飛到了美軍艦隊的前面 還好被快炮給擋下來了 上次不是有一艘驅逐艦 差點被攻打也是攔下來 又來了一枚在胡塞組織 所發射的飛彈裡頭 在鴻海周邊 基於自衛 被說是離胡塞組織飛彈 最近的一次 還好攔截了 否則除了上次三個 阿兵哥死亡的消息 在這個地方的駐衛隊 軍艦再有損傷的話 拜登更不得了了 這個是在美國的驅逐艦 格雷夫利號所發生的狀況 還有美國航母 結束了部署鴻海 英國準備接手了 這個聯軍裡 到底能不能有辦法 維持鴻海的秩序呢 現在看來是沒辦法 英國武裝部隊國務大臣說 艾森豪號馬上就要離開鴻海了 英國要派航母去捕 捕這個缺口 那一連串持續被攻擊 包括英國的郵輪等等 歐盟也計劃 三週之內要啟動聯合艦隊 這個聯合艦隊是代表著 這些國家歐盟計劃 要共同的來護航 保持航道的安全 但我已經知道目前為止 這些遊擊隊的方式的攻擊 顯然是術所無策 那拜登在包括國內的內政 跟國際上 都沒有辦法讓民眾放心 反而這個民調數字就一掉 又再掉 那只是拜習會通話 重點在哪裡 恐怕也是鴻海這一塊 亮哥 這個拜登現在碰到了 我們講伊拉克的伊斯蘭的反抗運動 或者是夜門胡塞武裝 都是遊擊隊性質 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你又不願意 比如說以前他對抗蓋打組織 他就直接出兵到阿富汗 結果就陷進去10年 不好意思我打斷您一下下 是因為現在畫面上掛框的是 兩位當選人已經在正式的宣誓 就職 待會會準備發表談話 OK 恭喜他們 所以美國現在是面臨的兩種 兩個都是民兵 都是遊擊隊 他又不願意出動地面部隊 所以這個不可能完全取勝 而且他既取了阿富汗的教訓 他又怕一出部隊到時候又陷進去 而且夜門那個地勢也是高的 他到處都有那個山谷可以躲 那伊拉克坦白講 那人數都很少 都是幾萬人的規模 所以美國現在頭很痛 所以我到底要怎麼去弄 而且我跟你講 胡塞武裝連軍艦都敢射 然後伊拉克民兵 連空軍的基地都敢打 而且美國已經被攻擊了 敘利亞跟伊拉克被攻擊過 一百六十幾次 都沒有人死亡 這次為什麼會死亡 因為他真的就直接打你 而且是半夜打 而且就命中宿舍 大家在睡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民兵也有點是殺紅顏 不然你怎麼敢對美艦發射飛彈 還有直接打空軍基地 我認為他們的目標 第一個 胡塞武裝還是連結到以色列 你要不要在加薩停火 這個伊拉克這一個我認為 除了針對以色列停火之外 還有要逼美國軍隊 離開伊拉克跟敘利亞 這個都不是短期能處理的 所以拜登現在真的是卡住了 你民調跌到38 美國總統只要民調跌破40 連任都非常困難 沒救了 你現在這兩個地方怎麼結束 這賺本機緣就是要處理以色列 就是要以色列趕快停火 可是他都被打臉了 以色列到現在兼具兩國方案 哈馬斯也沒辦法談出一個方案來 就是這樣 德州的邊境那更難處理 因為共和黨這個我講白了 這個就好比墮胎 是民主黨的基本共識 這個反移民大概也是 共和黨的基本共識 而且這裡面還有很深的 不只是影響資源分配 還有一個很深的種族問題 因為進來的就是 就是西班牙裔的Hispanic 他們進來之後多數 尤其是中下階層 還是偏民主黨的 民主黨就進來進來之後 隔幾年又給你搞特色 又再製造出一堆 選民支持民主黨 而且川普現在卸入 退任的時候2020年 一年只進來40萬 現在是一年進來200多萬 這過頭了吧 這個共和黨有一個心結 我說叫心魔 他們擔心共和黨的選民 會越來越少 民主黨就一路 把他的選民越養越大 而且還有白種人至上的 這個意識形態在糾結 不要忘記了 川普也用這個議題 說他搶了我們中低白人的工作 所以這個議題就是 共和黨最愛的議題 拜登等於是一腳踩進馬蜂窩 美國優先又要回來了 我們看到畫面上就是 正副立法院長江啟成 韓國瑜當選的正式就職宣示 新的國會氣象如何 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更多 國際際國內體的討論 再看到國會正負龍頭的選舉 選完告一段落了之後 美國的大選當然也是影響 台灣選舉非常重要的關鍵 美國現在拜登選情非常的 跌跌不休 但移民問題還有外交等等 都是他的大麻煩 對 我覺得今年 美國總統大選一個重要的議題 應該是移民 第二個是比較少見的 外交政策可能會成為 總統大選的主軸之一 因為非法移民議題 向來是共和黨比較有感 這次其實川普很清楚 他就在打非法移民 有沒有道理呢 其實是有 我們可以看到像德州州長就講說 他說從拜登執政 2021年1月20號到現在 大概有800多萬人 企圖從德州闖入美國境內 但有的成功 有的失敗 我再請大家回顧一下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川普在上一次是2017年 1月20號就任 裡面好多的文字 有一段我非常有印象 我唸給大家聽 他說數十年來 我們的政府的政策是 犧牲美國的工業 讓外國的工業繁榮繁盛 我們所做的是 捍衛別國的疆界跟國土 卻忽略捍衛自己的疆界 這就是川普 這會有共鳴 很有共鳴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 民主黨陷入道德兩難 因為拜登在上次選舉之前 很擺明 是比較人機幾機 人膩膩膩 比較人道主義的 但他上任之後也發現 也很麻煩 所以他已經有點往中間擺 但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議題 共和黨一定會咬死民主黨 第二個對拜登比較不利的地方 就是外交 因為剛才提到很多 俄乌戰爭兩週年 馬上大家都快忘記了 風火連天 風火連天 而且美國是用 漸漸的方法參與 也投入好多的錢 第二個是以哈衝突 最可怕的地方是 現在已經看出有外疫效果 這些對於目前的拜登 政府非常不利 會想到什麼 因為老百姓很容易想到說 我們還忘記有阿富汗 兩 三年前 喀布爾的最後時刻 昌黃逃走的樣子 對 代表說難道 我們美國目前的外交政策 這幾個 還包括美中之間的競爭 難道是全盤揭默嗎 所以這為什麼 目前可以看到拜登是兩難 因為他不想要讓戰爭升級 演變成美軍直接跟胡塞組織 還有各地的極端分子之一的對抗 國內其實很激烈 問你為什麼不反擊 為什麼還沒反擊 所以兩難 可是如果是在 開個戰場是直接的戰場的話 那麻煩又會陷入到逆軟的逆道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今年是不好過的一年 因為外交要搞定 而且讓美國老百姓說 你還佔上風 有辦法因應習近平 而且美國會慢慢撤出 抽手這場戰爭 因為老百姓關心的還是 跟台灣一樣 財米永遠上出查 經濟 通膨 還有非法邊界的移民 這些是共和黨的主攻 因為在野黨在野黨優勢 的確又怕擴大戰士 又要對國內的選民意見交代 那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討論 美國在越旦邊境的基地 被攻擊這件事情是欲破蕩漾 居然太碎頭上動土 美方對於拜登來說沒有反擊 反而國內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彈 我認為中東就是美國下一個 阿富汗或是下一個越南 我大概八 九年前 我帶一個團從約旦進入以色列 當時蔣乃馨 廖正錦委員 他們都在 在越旦的時候去參觀了一個難民營 10萬人 10萬人的難民營 真正的難民還不只這個數字 就是敘利亞內戰這樣過來了 然後到了以色列以後去 格蘭高地聽到炮聲 那是什麼 就敘利亞內戰 雙方再打上那個炮聲聽到 所以那時候去想 美國是真的是非常的 就是他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是阿拉伯世界本身 他有他的複雜度以外 最重要的是 以牙之間的仇恨的問題 你美國沒有辦法抽身 他沒有辦法抽身的推 你去問一下阿拉伯人說 美國在中東政策公平 不公平 美國都告訴我們不公平 他是偏台以色列的 所以以色列變成是美國最大的 背上最大的十字架 所以像這個我們講說 你現在像拜登 白宮晚上燈火通明 在討論要怎麼處理這個 傷害士兵被殺的事情 已經好幾個晚上了 答案找出來沒有 沒有 因為他們在identify 他們要確認是哪個組織攻擊的 你如果找不到這個組織 那你只會去打伊朗 可是他又怕打了伊朗 捅這個馬蜂窩 對啊 你現在選前 又引發大規模的戰爭的話 拜登更不要選了 因為通膨的確是非常厲害 然後還有一個很糟糕 阿拉伯伊的人回教這些人 很多這次 你首先在聽 Quem 誰叫誰叫我 ベント 冤火 我 神